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怀傲慢 屡欺凌 无人敬彼如上师 横顶带为佛子行 这段宋文的内容是说 如果某个人的能力或是财富与我相当 甚至于比我还要糟糕 但是这个人却经常地藐视我欺负我 当自己遭遇到这种情形时 应当要好好的想一想 对方会这样做 是不是因为自己视财傲物 经常心怀骄慢 却未曾自我察觉到的原因 如果自己真的有这种情形 那么对方的做法 可以说是和医生一样 对质了自己的病症 由此也可以知道 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方的能力也许更胜于自己 由于对方的做法 而去除了自己的过失 对方可以说 像自己的医生或老师一样 因此自己对他 不但不应该生气 反而应当心怀感谢 接下来讲述第十八段宋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宋文所要讲述的状况 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人来学习佛法 修持菩提心 这时候我们会听说到 学习佛法 会令我们今生与来世的安乐 绵延不尽 因此当我们学习了佛法之后 就希望着自己的今生 以及来世 能立刻得到安乐 但是这样的情况 并不一定能够如玉其般地出现 这是由于自己无法了解 过去世曾经造作了什么样的业力因果 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以至于今世产生了自己不能预期的痛苦 疾病和贫穷等等 当发生这种情形 我们要了解 这是前世恶业穷尽的征兆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上师善知识 他们有的身患重大疾病 有的被囚禁于监狱之中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情形就好比我们今天要远行 但是自己还有很多的债务并未清偿 难道债务可以不偿还就离开吗 当然不行 这个时候必须要很快地还清债务 这和上师们在成就之前 要迅速地除掉恶业 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当自己受到病苦的缠附时 要这样来思维 在一切众生当中 与我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人 非常的多 病情比我更严重的人 更是多不可数 因此我应当带他们承受一切的痛苦 由于一切众生过去都曾经身为我的父母 因此我愿意承担他们所遭受到的痛苦 希望他们的疾病痛苦都能成熟在我身上 但愿他们都能安乐无病 我们应当如是地思维 并且以喜悦的心来修持自他相患 宋文中提到 无怯懦是佛自行 指的是我们的心力要坚强 什么是心力坚强呢 现在自己学习佛法 学习菩提心 却遭遇疾病痛苦等等 诸多的逆境 这个时候 如果觉得教法没有什么用 就是灰心失望的表现 要了解因为修行佛法 而导致逆缘升起 其实是债务清除的征兆 此时若是丢弃了佛法 不要说债务不能清偿 还会越积越多 这就如同因为生病 所以需要吃药 如果舍弃了药 病怎么会好呢 病情只会更加的严重而已 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 当逆境出现时 即便是面对死亡 我们更应当要珍惜菩提心 更加珍惜佛法 菩提心是我们的战友 是大力士 能去除一切丈难 我们如果能这样来思维 就能令菩提心增广 进而去利益更多的众生 但是如果认为 这些教法没有用 不能除去自己的逆境 这种想法 是把佛法当成暂时的 救度法门 目前有很多人 都是抱持着这种心态 来看待佛法 如果以这种观念 来看待佛法 当佛法的修持 不能解决我们 目前的困难与痛苦的时候 就认为佛法没有用 这样的想法并不正确 佛法教导我们 要了解因果业力 所谓欲知前世因 但看今世深 现在很多的因果业力 都是上辈子造成的 若能了解这点之后 就该更加努力地 修持佛法 接下来要补充 与第十七段祭送相关的一点 看到上师因为实修法教 而受到大家广大的 称赞和供养 心里就想着 自己也要如此地学习 但是等到自己真正出家 或进入实修之后 却没有因此受到别人的重视 也没有收到多少供养 此时自己的心里就认为 佛法实在没有用处 还是丢弃算了 这样的想法 也是把佛法当成 暂时救度的法门 只能令我们得到 暂时的利益而已 自己能不能获得众人的敬爱 能不能受到广大的供养 这与过去世 是否曾经积聚福德资粮有关系 与现在是否修习佛法 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像密勒日巴尊者 因为他非常的贫穷 所以受到非常多的欺负 很多的大成就者 都是不为人所知 所以也会经常遭遇到 他人的欺负 轻蔑等等的情形 因此在实修佛法的时候 不要介意别人 是否重视我们 或是轻视我们 只要自己的功德增长增广 菩提心没有失去 自己的如意宝珠 菩提心还在的话 别人轻视或重视 都是空患的 没有什么意义 对别人的轻视 不应该感到灰心 最重要的是 不要因此把教法丢弃 佛法的修行者 有的时候会遭受到各种疾病 或是遇到魔鬼邪碎的干扰 在这个时候要想到 只有佛法僧三宝能够救度自己 其他的人神都无法帮助我们 之后要虔诚的念诵皈依文 念诵至尊度母的咒语 念诵的时候 要以非常坚定的信念来做修持 对于邪碎 我们要了解到 它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 它们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幻化 所生出的恐惧而形成的 其本性就如同虚空一般 并不存在 要如此虔诚地继续念诵下去 不要害怕恐惧 通常当各种伤害 侵扰出现之时 也是罪障 即将要清静的征兆 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看 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 密勒日巴尊者的神通 很广大 他所遭遇的状况 也很多 读他的传记 可以让大家有所体悟 有很多人 因为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形 而来问我 当面临这些情况时 应当要好好地念诵 密勒日巴 至尊度母 以及观音菩萨等 仪轨咒语 只要能够好好地念诵 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 就会消失掉 平常大家就应该好好地做观修 心要串息成强烈的力量 如果告诉你要念诵至尊度母 结果你只念诵了一天 这样是无法产生强烈的力量的 心就像一面镜子 要能够控制它 如果这面镜子 能够观想出本尊 当然 魔鬼邪祟就不会出现 如果本尊不出现 当然魔鬼邪祟就会出现 因为心只有一个 出现了这个 就不会出现另一个 这就是为何要经常观修 形成串息的原因 前面讲述的是 面对逆境侵扰的情况 接下来第十九颂 是讲述 如何面对顺境 感谢观看 佛子行三十七颂 嘎千人波切开始 第十九段颂文 每名四阳 众人敬 财物量等 多闻天 然是寺庙 无实意 离交慢 是佛子行 如果自己名阳四海 别人都说你是一位 非常好的上师 或者认为你是一位 很有学问的人 又或是你的财富受用 富可敌国 此时自己应当 好好的去思维 其实这些东西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能够稳定自己的菩提心 才是最重要的 世俗的财富 亲友 地位 声望 美名 有何精华存在呢 假如死亡的时候 这些钱财 没有用来供养三宝 不失贫穷 那只能说是 浪费掉了 一点用处都没有 有用处的 可以带走的 只有自己的菩提心 除此之外 世俗的钱财 亲倦 没有实际的用处 这些在死亡之后 都是不能带走的 假如 我们平时能够如此来思维的话 就能将自己的心 和世俗的财富受用分开 为什么要分开呢 因为心 若不与财物受用分开的话 死的时候 很难投生到极乐世界 因为心将财物受用抓得太紧 所以就无法离开 如果我们了解到 这些受用没什么用处 心就能离开这样的执着 那要到极乐世界 就很容易了 所以要了解到 三界之中的东西 是没有什么精华的 不必对这些产生执着之心 这就是宋文所说 然是世庙无实意 离交慢 是佛自行 贪恋钱财名声的过失 有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 贪恋之心增广时 下辈子将会很难得到解脱 其次 若对名利财富非常贪恋 免不了会生起强烈的嫉妒心 为什么呢 因为当自己拥有了名利财富之后 心里非常的高兴 但是当发现 对方的财富受用名声 都超过自己的时候 免不了就会生气 这也就是家人跟朋友 反目成仇的原因 看到别人安乐的时候 自己却反而生起痛苦 这都是因嫉妒心而产生的 因为嫉妒会令我们的心 越来越紧 最后把心给掐死了 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 自己心中反而更加的高兴 当这种情形发生时 也就是自己的福报 很快就要穷尽的征兆 所以 对名利财富 不要产生贪恋之心 没有贪恋心 就不会有嫉妒心 要能够了解世俗的名利财富 并没有实质的意义 就可以避免贪恋 与嫉妒心的生气 接下来讲解 第二十段颂文 明天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第二十段预订阅 转发 打赏 外在的仇敏 外在的仇敌就会越来越多 最初可能只有五个 十个 最后整个村子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这是因为嗔恨心的力量很强烈 而导致敌人不断的增加 嗔恨生气的时候 就好像脚被刺到一样 痛苦的是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男女朋友之间 或者是父母对待子女 也是一样 当对方生气的时候 都是板着一张棺材脸 非常的不好看 而在对方生气时 无论你讲什么好听的话 他都听不进去 生气本身就是痛苦 所以生气的人自然就会产生痛苦 有些父母亲在生气的时候 子女都不敢靠近 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父亲 臭着一张脸 当然不敢接近了 而做父亲的也经常会想 怎么子女都不喜欢自己 不愿意接近自己 老是往外跑呢 其实是自己经常生气 所造成的过患 这就是愤怒所带来的过失 会使外面的敌人不断增加 因此愤怒首先 会让自己陷于痛苦之中 其次让周围的人不喜欢自己 最后在来世堕入地狱之中 因此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愤怒之心 而对质愤怒之心的方法 就是慈悲 慈悲心的位置 愤怒是不能够占据的 同样的 愤怒的位置 慈悲心也无法取代 这就好像一张椅子 只能坐得下一个人 慈悲与愤怒 二者是不会共存的 所以要好好地休息 慈悲之心 将愤怒去除 过去有一个僧人 因为常处于嗔恨之中 别人怎么开导他 也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经常在梦中看到 杀人放火等等不好的情形 后来经过上师教导 他修习菩提心 才逐渐平息这种痛苦 要知道 地狱即是由 嗔恨所幻化而成的 具体形象 嗔恨心是无形的 而地狱却是 有形的具体形象 心怀嗔恨的人 即使在梦中 还是要见到打打杀杀 开枪射击 种种的景象 那位僧人 在经由不断地 修习菩提心之后 他梦中的打杀情形 才渐渐地消失掉 这个世界的情形 也是如此 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 本来住在台北 他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他把每个人 都得罪光了 就算他搬到台中去 还是会面临 同样的问题 最后还是 只得继续搬家 这是因为 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内心的愤怒 如果调服了愤怒 就不会有外在的敌人 因此忍辱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 佛说忍辱 能令一切仇敌 都变成朋友 而一个人 如果经常生气 朋友 也会变成仇敌 一个经常 修持忍辱的人 四周都是 非常好的朋友 在他的梦境中 所出现的 也都是和睦相处的情况 这样的人死亡之后 当然会投生于 极乐净土之中 因为在极乐净土当中 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 一个生气的人 为什么会投生于 地狱之中呢 因为地狱中的每个人 彼此都是仇敌 看到对方 都先将对方杀掉 因此 菩提心所画成的具体形象 就是极乐净土 而称恨心 画成的具体形象 就是地狱 知道了这种情况之后 每一个人 都应当立下誓言 就是生气的时候 无论是夫妇 或男女朋友 当自己生气的时候 一定不要说话 等到这个脾气过了之后 再来做解释 将事情的经过 及自己的看法 让对方了解 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困扰 宋文当中 为什么说 要肃心慈悲君呢 这个慈悲君指的就是 慈悲的观想 不是做一次两次就可以 观想的次数 要像军队那么的多 而且要一再地观修 比如说 我们在家庭中 经常会生气 生气的时候 要这样来思维 从无始轮回以来 每一个众生 都曾经是我的父母亲 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人 这个姻缘 是十分难得的 所以实在不需要生气 并且要想到 生气的果报 就是未来投生于地狱当中 如果这样想的话 就会对生气 产生后悔之心 进而去除愤怒 要知道 死亡是无常的 我们不知道大家 还能够再相处多久 在死亡无常 尚未降临之前 不晓得还有几天 能够共同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们更应该 喜悦快乐地 共同生活 如果对方来伤害我们 就应当修持忍辱之心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优缺点和过失 其实这些过失都很微小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应该要去发现 对方的好处 多想想对方的优点 能够经常这样子 去思维的话 生气的次数 就会减少 而且能够互相照顾 我们应当经常思维 外在环境中 所有的众生 都是自己的父母亲 因此看到外面 一个个的众生 就好像一次又一次地 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亲 也因此自己心中的 慈心与悲心 也就会一次 两次 三次 再三重复地加强 这就好像 如意宝珠 累积得越来越多 内心就会充满了 关怀之情 由于心的意识 是刹那累积而成的 所以慈悲之心 也可以一点一滴地 来积聚 而外在的世界 也是由微尘 一点一滴 累积而成 目前科学家们 对于心 是否如同外在的 弃世界一样 也是如同微尘般的 一点一滴 累积而来 仍有争议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去意想 朋友的好处 反之 如果经常想着 对方的缺点 总有一天 会大吵一架的 这里面的内容 包含了 适合每一个人 学习的部分 如果一个人的 称恨之心 非常强烈的话 就要好好地 把颂文读一读 并思维其中的意义 听过之后 要思维 思维后 要实修 这就是 文思修的次第 现在各位 来听我讲解 这就是文 之后 要去思维 生气 会带给我们好处吗 它的害处 又是什么 仔细思维过后 接下来要观修 要想一想 当自己生气时 自己该如何处理 我们在尚未生气之前 就应当先模拟练习 其实愤怒 就像是一阵风一样 是没有实体的 愤怒生气的时候 要好好地 齐请上师 片刻之后 怒气 马上就会消失不见了 于是 在经由 文思修次第的 学习之后 对愤怒 就不会产生恐惧 因为当愤怒 出现的时候 只要冷静下来 愤怒就会消失无踪了 只要我们经常地 文思修 很快就会有效果出现 不迟台湾 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跨播 户名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跨播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 诗食 要供焉供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恭送地藏经 恭请战性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4月15日 星期五 农历15 时间下午2点开始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直播平台 眼书搜寻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据十月 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日期4月19日 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 佛学讲座 即佛前大共 下午1点半 大悲善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主法 及法务 指导 声众 共同领众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大悲观音道场 大悲观音道 大悲观音道 参与 参与 聖像 那些是三姐之中的 那最大的放在一大早上 一大早上 Dalton子也在有一大早上 老大早上 我看起了三年前 三十五年之後 大概三十五年 我看起了一大早上 在一些食物中有些食物,咱们去吃过来 咱们去吃过来 咱们去吃过来 咱们去吃吃过来 咱们去吃过来 咱们去吃足吃 咱们去吃过去吃的 咱们去吃 咱们吃了这次 这只要食物中得到 咱们去眼睛 咱们去创造后 几乎咱们去看 是嬸 寶縉屋跟鱔糰、 twist運弄 噗蕃猩們煮了 這是小路像 糊成不死 真的記得 啊 還有一些人 這些人能凍�елен 最少屬於生曼英文 當年在新人 先定住 所以我才会想到 那些人都要去迫 但我认识是 在这种方式的花生 我认识是 我认识是 但是我认识是 我认识是 那些人不认识 我有从这种方式 我认识是 那些人不认识 我认识是 我认识是 念佛商净土 沉浮度重生